各位啊 這次主播真的很需要你們幫忙 傳說金星獎的投票已經開始了 小明報名了年度金星獎 還有最佳影片創作者獎 你只要掃描這個QR Code 或是到字頂留言找連結 就可以進到網站裡面幫小明我投票喔 那小明當然不會虧待大家啦 只要這次小明有得獎 我就抽一支愛里的次元突破 那如果小明得兩個獎呢 當然就是直接抽兩支啊各位 因為要是小明得獎了 這個勝利的喜悅呢 我希望大家也能得到 所以主播絕對不唬爛啊 平常抽那些造型太遜了 我們這次搞一個屌的 直接來抽次元突破 完成投票後 只要到我這個貼文底下 標記三個朋友留言 然後記得幫我分享 你就有抽獎的資格囉 投票方式就是從字頂留言 點這個連結進去之後 看到金星獎嘛 就往下滑最佳創作影音獎 就開始招招招 找到命小明中部教科書 點下去 然後繼續往下滑 看到最佳年度金星獎 就再繼續往下滑 這邊就是有小明的選項 然後拜託各位幫我點下去之後呢 滑到最下面 按我不是機器人 完成驗證之後 按下送出 然後最後的表單 確定最佳影音跟最佳年度 有投給小明就可以按確定送出啦 這一次真的麻煩你們啦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造型公道博 這一集啊 跟以往我們直接開箱新造型 或是抽復刻造型不一樣 我們今天是要一起來看 由外服流出的 傳說對決即將要上市的幾個造型 因為這一次流出的造型數量很多 而且封面你們也看到了 次元的愛理即將要推出了 所以我打算直接做一集來跟你們分享 首先第一個消息就是 在11月份的時候 我們的DC小丑要離開大家啦 而要迎接我們的則是 新的英雄 森圖爾特 也就是DC小丑的重製版 大家可以把它想成像是凱恩一樣的情形 我個人其實還蠻喜歡這樣的改動 因為蝙蝠俠變成凱恩之後 出場率也大幅提升 而且我覺得也變成一隻更強的英雄 我希望小丑也能跟凱恩一樣 在遊戲裡可以變得更加強勢 出場率更高 接下來是聖典第59篇章 也就是下一個月的聖典造型 你們猜得出來是哪一隻角色嗎 沒錯就是朗博啦 朗博終於是出了新造型 不過跟其他的輔助英雄一樣 都不是太華麗的造型 這個造型是聖典一集就會送的造型 這代表你就算不用解任何任務 你也能拿到朗博這個造型 所以朗博的玩家有福啦 下一個造型也是聖典59篇上的造型 是等級20會送的 就是來自迷霧島的霧己 霧己終於也出新造型啦 距離上一個造型我看應該也有一年多了 這次的配色就跟霧己之前的造型大不相同啦 之前都是以藍色為基礎的造型嘛 這次出了個紅色 喜歡玩霧己的玩家這次千萬不要錯過啦 20級的造型 入手難度一樣不高啊 接下來聖典60級的造型 也是我最期待的造型之一 沒錯我們的令月小姐姐終於又要出新造型啦 我一直很疑惑令月這麼高人氣的角色 竟然只出了兩個造型 官方真的要加點油啊 多幫我的令月寶貝出一點造型 這次觀看美術圖的話 也是覺得令月這個造型非常的香啊 不過和之前的紫色造型相比 以美術圖來說 我好像更尬以紫色的造型 這一期總結三隻聖典英雄 都是不常出造型的角色 相比於圖了安奈特這種原本造型就很多的角色 我覺得聖典還是要多照顧一下冷門英雄啊 再來的安格列造型 是2022年造型設計大賽的冠軍 那這個造型官方也已經直接發佈在他們官方的IG上了 所以代表這個造型應該就是台服下一個即將要推出的造型啦 在這個造型推出的時候 民主播絕對也會第一時間拍我的造型公道博 來幫各位實測一下這個造型 究竟好不好值不值得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感受啊 就是覺得這個安格列的新造型 長得很像鬼舞者再加上碩月銀位哦 兩個造型的融合體 個人是覺得啊 光看這個美術圖就能感受到安格列這隻角色的霸氣 還有騎上馬那種給人恐懼的窒息感 我只能說不愧是2022造型設計大賽冠軍 這個美術圖設計的是真低帥氣啊 接下來這個造型應該就是大家期待非常久的 原本啦是預計在今年的暑假 就要上市的次元突破愛里 那也不知道原因為何呢 還是拖了一段的時間 應該很快的這個造型會在兩個月內 上市跟大家見面 流出的這張造型圖呢 跟之前流出來的圖其實沒有太大的差距 因為其實之前次元愛里就有流出過一些圖了 不過說那些圖檔是畫質比較差 而這一次正確的圖檔已經流出來了 是以一個黃色再加上藍色為基底的造型 你們覺得看美術圖的話 你們喜歡這一次的次元突破嗎 我個人是覺得很香啊 那個腿 阿絲 期待之後啊 流出來的這個技能特效 不知道會不會比文窑更上一層樓 而這一次的次元突破呢 也是有推出個人的個性化按鍵 還有擊殺音效的頭像框 這個現在應該算是比較頂級的造型標配啦 然後最後一個流出的資訊是 愛里次元會改變戰場外觀 改變的東西是小兵 至於小兵會改動成什麼樣子呢 目前應該還不得而知 讓我們一起好好期待這個全新的次元突破吧 再來下一個造型 則是諾可西的新造型 諾可西這隻英雄也是有蠻長一陣子沒有出造型啦 目前最好用的造型應該是之前的情人節諾可西造型 而這次諾可西又出了新造型 不知道諾可西的玩家會不會買單呢 個人看美術圖覺得這個造型會不會是用送的啊 感覺跟前面的造型相比遜色了不少啦 再來下一個造型則是阿茲卡的造型 阿茲卡上一次推出造型應該是 好幾好幾年前的搗蛋鬼造型吧 雖然說那個造型真的做得很棒 我個人非常喜歡那個造型 我這次阿茲卡推出這個造型 唉唷反而是變帥囉 阿茲卡變帥變年輕了 個人預測應該會是一個直構造型 我們的薇菈小姐姐也要出新造型啦 那我得到的資訊是 這是跟HOK雙生連動的造型 不過阿我還真不知道HOK是什麼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可以在底下幫我留言一下 有人知道HOK是什麼嗎? 難道HOK就是王者榮耀嗎? 應該不是吧 那看到這張美術圖我會覺得這個造型 會不會是抽獎造型呢? 感覺畫風比較特別 然後也做得蠻可愛的 如果長得這麼可愛的造型 既然是直構的話 那官方最近真的是佛心來著啊 那接下來呢 應該是各位女生最期待的造型之一啦 沒錯 就是我們的 雅雅 雅狗終於要出新造型啦 光看美術圖呢 那是真的很可愛的一個造型 不過我看到很多人在討論啊 就是雅雅貓茸茸的尾巴不見了 那目前得到的資訊是 這個造型在太福 會是以免費送的形式發放 那我想台福很有可能也是用免費送的形式 所以 之後要看到一大堆的雅雅出現在傳說戰場啦 下一個造型給你們三秒鐘猜一下這隻是什麼角色喔 3 2 1 沒錯 這個是愛蜜莉的新造型 長得非常的像小青啊 看他胸前的那兩塊肉 我真的以為這是小青的造型啊 你們覺得這個造型好看嗎 我覺得 感覺蠻普通的啊 應該會是一個低價的造型 或是用送的造型嗎 接下來的最後一個造型 應該就是 礦能驛戰的 森圖爾特 在森圖爾特上市之後 我想官方應該馬上就會推出這個新造型 我們家凱恩這個造型啊 官方是用直購的方式出場 而且非常便宜 但是你們覺得森圖爾特 一樣會是用直購的方式嗎 可以底下留言跟大家一起討論喔 以上就是未來即將要在台服推出的造型啦 如果喜歡我造型公道博的系列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是小明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